自排駙廂 攝影機 趕不擔心是可以突破全部風險 鏡頭當然會撞興 为什麽呢?你的忧虑是什麽呢? 政府确定那样是否有疑问 家里有多长者吗? 我做长者和老公 政府确定那样是否有疑问 你难道叫他来这里,他就听吗? 这麽近也应该担心 有没有说这个原因是什麽呢? 那些人都怕了,是吧? 我想问这一栋有多长者吗? 全部都是长者 全部都是长者 不是病啊,不是油下那些什麽 都是罗均官的 没试过今年那麽恐怖 不是差 那些人根本上都怕 本来有些就聘请朋友 在家里现在都不够胆 变了相对来说 那些生意绝对是真是差的了 今年的盘赛比去年和往年 起码都不见了一半生意 我们往年大概是有 即过冬有五六百盘 现在今年我估计到现在 即今日为止都是一百盘 今年又变成小款就多了 大款就少了 所以我估计这些生意 是不见了八成左右 俗语说,冬大过年 以往不少市民 会和亲朋戚友共聚过冬 但是遇上第四波疫情 政府规定晚市禁堂食 很多酒楼都市况惨淡 连过冬那么重要的日子 我们都失去了 过冬,尤其是圣诞前 这些过冬日子 这些在一个星期里面 或者十天里面的生意 是很厉害的 我们大概来说 可以告诉你 是七十几亿到八十几亿 这样的概念去做 因为这个还有什么 有自由行 有很多人来香港过聖诞 或者过聖诞之前提早下来 有些一家人下来 所以对我们这次的打击非常大 海味业界同样受影响 有海味店店主说 往年冬至不少人会买海味家菜 生意做到没有停手 沙士都没有现在这样做 沙士都没有现在 人们照顾 沙士因为沙士是很少时间 就是你说一两个月就很多人来做 那政府有没有帮到你们 帮到你们 没有帮到你们 帮到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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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到业主 那你们这些受惠元 当然没有了 你们就帮到业主 那你不像交租 那就要老方来交租 立法会议员阿創胜批评 政府未能有效押止疫情 使得饱受充益 令市民不能开心到过冬至聖诞 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就促请政府 大力支援受影响的行业 否则如果出现大规模结业潮和裁员潮 将会难以挽回 东旺记者 中游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